把炉子和炕点着了 搭的特别好 特别好烧 看这小烟头 冒的小烟 无地啊 怎么样 这里边可热乎了 可那会可那会的了 鸡尾已经要完工了 看烧的多好 至于像大家担心那个什么火的问题 这个不用啊 这个是没事的 就跟正常的房子是一样的 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大家不用担心 主要我想搁几个来 今天就来 主要目的就是来装修了 火车要包纸 这一块 好烧啊 特别好烧 慢慢的 咋的做饭呢 你出了嘎汤啊 哈哈哈哈 这嘎汤不是带劲的 你说道理都行 这好像出奶粉 不太多的感觉 我感觉不太多的 能够的不错的 都道理吧 这是整啥 酱糊 酱糊是啥意思 东北人都知道酱糊 不懂得用的 非常黏 胡墙用的是吗 嘎汤 嘎汤 嘎汤跟嘎汤不一样 嘎汤是全是嘎的 这里面有嘎的 有嘎一包 是嘎汤能吃了 嘎汤大家有知道啥叫嘎的汤的吗 评论出来 嘎的汤就是饭面的珍珠汤 对 叫白汤 这时候还挺有食欲的 小炉了 哈哈 我们几个就把这个屋里的室内 用报纸给它糊上 刚才就是在打酱糊 用面和白糖获的 像就是 但是我们东北的人都知道 我们这边用的以前糊墙 糊报纸就用它来沾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沾对联 也是用它打的酱糊沾的对联 大家可能 但是我们东北这边人应该能知道 对不对 这个酱糊很多说的 就是让它在炉子上热的时候 不停的搅 让它搅开它 开了之后它就没有这么稀了 就是自然而然就粘着糊里了 到时候一凉就可以当酱糊用了 俗话说就可以当胶用 去沾报纸 贴墙或者贴对凉都可以 这就是我们这边 一直在用的这种方法 过年的时候 我家贴对联都用它 特别的好用 还省钱 不用花钱去买 过年贴对联 这玩意儿 蒙圈了吧 这是我们东北人过年贴对联的 酱糊 这种粘是最牢固的 比较好使 而且还省钱 这是我们的图办法 这牙整的 糊 上墙了 上墙了 慢点 从底下开来吧 从底下开来吧 嗯 要湿了 要湿了 慢点啊 慢点啊 哎呀 整臭臭的里面 这帮忙着 这纸一碰就会 你以为现在这报纸都没有以前的质量好呢 包 好 完美 我给它包 对 这些都包了 这样你真牢固啊 到时候一干就好了 这边已经基本完事儿了 完了这嘎咯 还差一个墙没整完 这边呢 已经也完事儿了 基本已经快完工了 这个酱子 因为粘上它是湿的 到时候干了就好了 在屋里基本大概已经完事儿了 但是现在都已经下午了嘛 因为要回家吃饭了 我们收拾收拾 明天继续 现在要回家吃饭了 拜拜